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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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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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神踩上中电 CEO 想你去哪 急 市民都很心急 去完厕所又挂着吃饭 就是不认你们了 绿色和平 趁着中电和政府 做着利润管制协议中期检讨 要求中电成立每年为香港智能1% 星期五还连环最激中电高层 除了去午餐会找CEO包立言 晨早流流还拉着范国威 踩上中电总部 我来是很想找 实际是你意思是负责制定中期检讨的同事 不如上去打扔他 打扔他是负责的同事 可惜在房间等了45分钟 由头到尾负责和我们见面的 主要是三位负责做公关企业传讯和社区关系的中电代表 始终都未能够很清楚地达致到我们的诉求 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况就是政府在密室里面 在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就跟中电去商讨和达成了一些协议 在这个过程里面市民大众的意见 环保团队的意见到底听不听 人家卖电为生 你叫人节能? 而对中电来说 其实可能他每年付出大概要的成本只是1亿元左右 对于他每年盈利是超过数以10亿计的盈利来说 是非常之能够负担 也是你应份的一个付出 他还说虽然现在的利用管制协议都有要求中电节能 不过要求低不止 达到标的话 政府还会想他们可以加多一点电费 就是由市民买单 所以希望在中期检讨的时候可以改善一下